8代9代的車友們 大家好 今天要安裝的車種呢是8代 然後要安裝KT Racing道路版的避震器 8代9代的車款裡面有很多的車友安裝的都是KT的避震器 那我們也有提供了試乘車 可以讓大家先試乘看看覺得有滿意的話呢再來安裝就好了 這是車主原來拆下來的原廠避震器 這是後面的 因為使用的里程有點多了大概20來萬公里所以避震器的衰退應該都差不多是要太換的程度 那今天的車高呢其實並沒有要降很低 前面的話大概是30幅左右 後面的話也大概會是維持大概30幅到兩指半左右的車高 前面的話已經裝好了我大概 跟車友們介紹一下KT的產品 這一套的話其實是道路版 主尼的部分的話有稍微有做加強 KT的產品 在8代9代呢我們都有附上座 所以不用再拆原廠的上座來使用 這個就是避震器的上座 Hello Elena 你好 這個上座的話 它本來呢這裡有一個試蓋 試蓋打開之後呢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鼠泥 那調整的方式呢 順時針 像這樣子就是變硬 逆時針呢就是變軟 從這個地方呢就能夠做鼠泥的調整 那8代9代的原廠上座其實損壞率還蠻高的 建議大家那在洗完車之後呢 因為這個地方 是千檔玻璃的下方 所以這裡很蠻容易會積水 所以當洗洗車了 或者清潔完畢之後呢 可以在軸層裡面呢 塗附上一些黃油 避免它 生鏽或者是使用的壽命變短 那KT的它是有附軸 這個軸層的品牌呢是日本口用的品牌 那個吳老闆吳宗宇老闆你好 吳宗宇老闆 店裡面呢 不只有洗美八代的試乘車 還有洗美八代的庫存的避震器 如果北區的車友呢 在 盧州的祥陽 祥陽輪胎 祥陽汽車 它那邊有 洗美八代的實裝車 那也可以到那邊去做試乘的安裝 都有現貨 這個是洗美八代的前面 前面避震器 盧州的祥陽輪胎 祥陽汽車 那前面的話 有一些特殊 CIVIC八代 專用的部分 譬如說這裡有 ABS感應線 然後這裡有油管架 那這些呢 都是全部都是洗美八代專用的規格 它調整車高的方式呢 是從下方的小座這裡來做調整 上方這裡呢 其實我們出場的時候都已經預載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都不用再動它 而且像這樣的結構呢 它調整車高的方式呢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當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呢 是不會差異很多的 不是靠壓縮彈簧 所以當技師呢 在安裝的時候呢 這個地方都不要動它了 唯一要需要移動的就是這裡 把這個托盤把它鬆開 逆時針鬆開之後呢 它的藍色的腳管往上縮短 它整體長度變短 車高就會變低 這個藍色的腳管往下延伸 它的長度變長之後 它的車高就會變高 所以這樣的懸吊系統 當改成高低格調之後呢 車主就可以針對自己的需求 來改變車高 剛剛上座部分解釋的是 主力部分就是軟硬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在調整車高 裡面的主力有油品的話 KT的不論是道路版經濟版 所選用的油品 都是 意大利 進口的 原裝進口的油品 它的油脂的穩定度呢 相當好 而且是 原裝一整桶 從意大利進口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 在做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單價的話相對呢 就稍微比較高一點點 這個是它的油品 那裡面的話呢 最主要的壽命取決呢 就是 除了阻尼油之外 另外就是油風 油風的話呢 KT所選用的油風呢 是 日本NOK的油風 所以在壽命 然後使用 狀況呢 都會 比一般的 油風的話呢 還要來的長一些 這裡面的話 也有附防枕套 也有附饅頭 所以原廠的零件呢 幾乎啦 以前面來說的話 幾乎都全部 不需要再做延用 這是 KT 這一組的話 是道路版 那鼠尼的話 稍微要再做加強 這是前面的部分 基本上這台車 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所以目前的話就是 避震器的壽命到了 所以我們就 開換避震器 那後面的部分的話 八代九代的懸吊系統 他的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所以我們所選用的 調整機構呢 是一個大型的調整機構 單價上雖然比較高 但是乘坐上來講的話呢 他的乘坐感覺 會比較舒適一點 所以他的上進呢 特別大 下進特別小 綁織類似原廠的規格 所以在 車高的調整上的話 最高大約可以到 接近三尺幅 那最低的話大概 半尺幅 甚至更少一點 所以車高的調整呢 主要是取決在 這個調整機構 而不是這個桶身 後面的話 他的調整方式跟前面 不太一樣 後面的話呢 這個調整機構 如果我把銀色托盤 往上縮短的話 那他彈簧加這個調整機構 整體的長度 變短了車高就變低了 像現在這樣的車高就會變比較高 所以這裡的幅度來取決車高 那桶身的部分呢 他是老二 這個車高才他調整才是老大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調整長短呢 他不會改變車高 這個桶身調整的長短 他不會改變車高 他是來搭配彈簧的預載 我們後面所 規劃的彈簧呢 是180mm 也就是18公分 那這個 最主要的安裝的技巧呢 就是彈簧千萬不要預載過多 180mm 我們這個縮得太短的時候 他也許有可能縮到160 那乘坐起來一定不好做 而且壽命絕對會縮短 並且會有遇到坑洞的時候會有異音 所以後面像這樣懸吊系統的安裝呢 一定要特別特別 留意後面預載的部分 那技師比較專業的會問說那要預載多少 預載的幅度 這個180 大概壓縮個3mm到5mm 也就是說 剛好碰到他不會鬆脫的程度 就是剛剛好的長度 所以後面的話呢 安裝的時候 記得 一定不要預載過多 否則一定會不好做 而且會 會有異音 這是後面調整上特別特別的技巧 那後面的一些防塵套還有一些零件 他的防塵套的話呢 是做全罩式的防塵套 他全罩式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保護 這個銀色的筒身 因為我們在行駛間的話有可能砂石 或者是 水漬的話會跑到裡面 那這樣做全罩式的防塵的時候呢 他對筒身的壽命一定有正面的幫助 所以這個是後面的防塵套 那今天的車高需求呢 其實並沒有要降到很低 大概是兩指半到三指左右 所以就不需要像 昨天還是前天改的 另外一台 一樣 這一台呢 就不裝仰角 很細的 因為他的車高呢 並沒有要降很低 所以就不用再多花這一筆費用 這個大概是喜美八代的一些 後面 前面的話其實沒有特殊安裝的技巧 那後面的話呢 最主要就是預測的部分 安裝完畢之後呢 這個 齒輪狀的托盤呢 記得往順時針的方向稍微 旋頸一下 避免鬆脫 那後面的懸吊系統 他在作動的時候 其實很單純 他只有做上下的作動 並不會再做 方向性的旋轉 所以這個 鎖緊的扭力值呢 可以比較小 但前面的避免器 就不一樣了 前面的 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所以前面的話呢 鎖緊的力道 就要稍微再大一點點 後面的調整部分的話呢 他的調整 機構呢 是坐在行李箱裡面 我們把這個內飾板 內飾板把他拆開之後呢 他的上座呢 他是沒有上座 他只有橡皮 所以我們把他扳開之後 的 避震器 就會藏在裡面 我登看看 戴不戴得到 好 在這個地方呢 看到KD的LOGO 這裡就是可以調整 處理的地方 一樣 瞬時針變硬 逆時針變軟 所以我鏡頭在拉遠 他就藏在這個內飾板的裡面 所以拆裝的時候呢 稍微把內飾板掀開之後呢 就能夠 調整得到 後面的阻擬調整機構 那目前的話呢 像輪胎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所以我們會把 阻擬指的話呢 大概設定大概在前後 都15段左右 他車高的話 車主也沒有降 要降很低的需求啊 所以我們把他的車高呢 大概設定大概 前面是三指 後面大概兩指半到三指 他最主要的還是車友的 如果有 需要試乘的話呢 可以跟我們KT Racing的小編 還有北區的話 因為安裝的 車友數量真的很多 尤其是競技版的 我們安裝的數量真的很多 如果有需要試乘的話呢 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我們會幫大家安排試乘 那避震器的話 品牌真的很多 要選擇的 其實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他的用料的部分 第二個 那到底是不是工廠 因為避震器呢 也不是一組避震器 有辦法用個 十年之類的 所以時間到了 他還是會衰退 還是會裂化 那能不能單換這個橡皮 能不能單換 防塵套 這些都是很基本的耗材 那工廠的話就 沒有這樣疑慮 KT本身就是製造的工廠 所以你要換任何一顆螺絲 螺帽 要換 防塵套 像這些 甚至是使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的鼠尼也會裂化 這些呢 都是工廠 才有辦法做到的 售後服務 所以 選擇的話呢 可以 先試乘看看 那用料的部分的話 可以先追蹤我們KT的整支頭 我們每天晚上的7點 都會更新一些文章 跟大家做分析 有問題的話呢 不用客氣 再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OK 那已經安裝完畢了 所以 等一下準備要上輪胎 要 做一些微調 因為這台的安裝時間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我們安裝的 數量很多 8代9代 數量很多 所以安裝的時間都會做得蠻短 似乎都很熟練 謝謝大家收看 下次有再安裝到 Civic 8代9代的話呢 會繼續在社團裡面 跟大家做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